从去年六月份开始 我在去年的时候 强烈的给大家的这些建议 百事实讲道理嘛 所以为什么说咱们看看去年的建议 怎么今天2024年了 这些建议会怎么样 第一个建议就是我强烈的呼吁去卖房子卖房子 去年详细告诉大家中国房地产为什么是个庞氏骗局 必须卖房子 未来中国的房子不值钱 很多城市会成为空城 除了一二线最发达城市的核心地带房子 可以可能保值 剩余的都尽快卖掉 只要能卖掉就拼命的卖掉 那与这些相反的咱们去年也知道 特别是到下半年 中共搞了什么三支建旧房市 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把房地产作为最重要的消费市场支柱产业 告诉大家未来房地产为问题 中共要救了 我在去年就跟大家说骗人呐 救不了不可能体量太大了 一定要卖 全力以赴的卖 我不知道听我讲的人 有多少人去年把房子卖了 我不知道 但如果去年卖了的 您现在应该很幸福了 因为到今年特别是下半年都卖的时候 您就不一定再卖得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可能难听 但是国内的朋友 如果你自己也不属于骗子跟傻子 还是要听的 第二个强烈跟大家建议的 去年大家应该也记住了 讲无数次 存现金 如果你没有在未来明确看到有赚钱的可能性 手里又有要花钱的需求 一定要想办法搞钱 把所有官方给你的 管你叫小贷呀 管你叫银行呀 管你什么领域 能借到的现金全借出来 然后把钱取了现出来 放到别人不知道 但是可靠的地方 跟大家讲过保险规 各父母家各哪 定期取出来花了 做个有吃有喝的老赖 一点都不可怕 可怕很幸福 因为您如果能借个一两百两三百万存账 每个月拿个两万块钱 一百个月都够 很幸福 当时我的印象中 可能你们见过所有的人海内外任何博主 没有一个像我这么赤裸裸的去鼓励大家 拼命鼓励 拼命拼命的鼓励 那现在呢 那听我鼓励的 这图联网都看得见吗 我会学博山 你们是不是都幸福了 老赖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舒服 现在国内很多老赖 两三折就可以去还账 也就是一旦您成为了老赖 定义了老赖 马上找资产管理公司去帮你 中间人去帮你做沟通 资产管理公司主动找你欠钱的机构 把你的负债买出来 看能谈多少价格 那谈的价格要是低呢 那您可能什么结果 您要去年听了我的话 借了一百万 今年您还三十万 您就不再是老赖了 对呀 您所有的名誉又全回来了 爽吧 那七十万呢 白赚了 这个大家应该现在都明白了吧 这个大家应该现在都明白了吧 但现在你已经来不及玩这个了 你们好好看看去年我劝了大家多少 就这一招说了多少遍 然后呢 现在就没办法了 你用不了了 而且就算是拿着钱 拿借出来钱 您那银行卡转账跟曲线都是受限的 您也取不出限了 去年没受限 没广泛限制 你这招就好使 听明白了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要听我的 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现实中国中能用的 现在您要是再这么干呢 机会就没了 而且根据中央的文件 消费贷最高 不许超过二十万了 您去年二零二三年 您带了借 您还能拿五十万 现在不许超过二十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借了钱数量少 而且取不出现金 你是不是机会又丧失一个 对吧 又丧失一个 然后去年 大家应该记得啊 从六点三年开始 一直跟拿家拼命说 换美元 换英镑 USDC USDT 什么都不行 也得换黄金 大家还记得吧 今年现在吹牛吹到这 汇率还7.1呢 还7.1呢 也就是您如果 听我去年呢 您换了美元 换了英镑 换了欧元 那就不用说了 欧元英镑那就一直在涨 欧元英镑跟人民币一直在涨 对吧 啊 那就从7点多 叫将近10英镑最厉害的时候 所以您如果那时候换了呢 每英镑 每黄金就不用说了 那涨太多了 对 黄金涨了20%以上 啊 就是听了 您要是换了 您现在 怎么样啊 啊 我为什么大家说呀 因为我跟大家聊的真实情况 这都是我拼命劝的 在去年视频里多少次说的 拼命劝的 你们真的好好去想一下 所以呢 该怎么样 去年告诉大家 不要做任何投资 尤其不要炒股 不要买基金之类的任何理财 因为房子我劝大家卖了 就别提买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所有的资产 除了黄金 所有资产 未来都没有价值 都没有价值 什么股票啊 基金啊 期货 其他什么投资 什么公司创业 就更别提了 死要多散有多散 去年玩了命劝大家 不要投资 任何投资都不要做 特别是不要炒股 不要买基金等等 中共呢 是今年一直鼓励大家炒股 一直是 胡锡进还带头 炒股 现在结果大家也都看得见 就跟大家讲了 对 这老的一直听我的人都知道 我去年是不是玩了命 这些观点是不是 无数次玩了命 跟大家说的 再往下第五个 去年我跟大家讲 能润的一定要润 你能有条件认出来 就是最幸福的 现在呢 难了 为什么难了呢 很多问题难了 第一个 很多国家取消了投资移民 对中国去的门槛也增加了 像去马来西亚呀 韩国等这些国家呢 那门槛都增加了很高 增加了很多 而且中国呢 很多在当地被查的 就是现在你要去被查的 以及现在走向的难度都高多了 去年很多事情是能做的 今年很多事情就不见得了 因为时间过了 条件过了 然后第六个 去年建议大家一定要常备一些物资 包括药品呢 吃的等等 一定要常备 因为2023年可能天灾人祸会特别多 家里一定要常备 那今年的咱就不说了 因为今年下雨 发洪水 下雪 城市里整体断电 对吧 等等情况 咱们大家都一般都预见了 很多地方都预见了 所以跟大家说 被这些物资呢 能让你的基本的生活水平不至于太低 然后第七个 去年跟大家说 只要有一点可能 千万不要交社保 千万不要买任何保险 社保是没了的 你交了钱 是给现在的老头老太太们给钱的 没人给你们交社保 生育率会快速下降 你看我说去年生育率快速下降 今年你看掉的 当然这个事跟大家没关系 所以我都不举例 我只是告诉大家 没有人给你们了 甭管80后90后 特别00后 再也没人给你们交社保了 你们现在交的钱 都是给现在这些老头养老 而且窟窿还是倒挂的 窟窿越来越大倒挂 1980年开始 往后老的人 没有钱能给你养老 那钱哪来呀 天上掉下来呀 没有了 第八 去年跟大家说 不要买电动汽车 电费会涨的 中间很多相关产品 问题都越来越多 如果买就只买特斯拉 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质量很差 而且是产业中间段产品 用起来以后问题会越来越多 耐用的大价消费品 中国产的耐用的大价消费品 都是开始好 越用问题越多 连房子都是 新房凑合住两年问题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车也一样大 老外才会踏踏实实去做 能不买电动汽车就不买 买就买特斯拉 好好看看去年说的这些东西 特斯拉东西不一样 而且咱们今年也都知道了 真的公司出问题 你都不好去修 往下花钱的数量也高 对吧 第九个 去年跟大家劝的 也是去年 一定要有个工作好好干 别轻易跳槽 骑着马早旅 千万别 能进公务员 进公务员 只要在国内不认出来 必须工作 千万千万不要创业 但是一定要工作 未来会大规模失业 没有了工作机会 你看2023年 失业的人有多多 工作机会就没了 所以只要有工作机会 就得抓住 好好做 对吧 第十条跟大家讲 去年说的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能骂我 玩了命骂我 也别说任何中共的坏话 别说我一句好话 未来上层会越来越恐怖 保护好自己 一定一定要知道 未来中国骗子会越来越多 谁都别信 包括家里人 找你借钱都别借 多卖惨的事 都别动心 你们看看去年 要讲多少 对吧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 所以我一直观点 到现在也是 骂我 也别说我任何一句好话 都跟大家说 对吧 所以呢 你们看看呢 如果你不是 你现在是不是 已经被封了很多号了 甚至公安都上门找过你了 安全问题都不一定得到保障 我跟大家讲这干嘛 因为这都是生活中的小事 没有一个跟我们上面的政治啊 跟国家的整体经济有关 全是咱们社会老百姓 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我去年反复叮嘱大家 这些事一定要注意的 我也不知道 有多少朋友听我的了 我也不知道 还有很多跟大家说的 一定要好好学习 要锻炼身体 一定要有真本事 有真本事 哪都不怕 现金为王 不管你是借钱干嘛 任何东西 要攒现金等等 就不说了 很多就是跟大家讲这个东西 不要为女孩子去花钱等等 如果大家到今年 过了一年嘛 所有翟老师在去年对你提的 各种劝诊 你会发现 还没有哪一个是真不靠谱的 就翟老师 你给我们的建议 然后到今天看 不靠谱 去年到今年 所以那你也可以跟我说出来 如果都没有不靠谱 就是在去年里面 跟你们大家的建议 你不觉得工作怕什么呀 我现在没事 我还能找着更好的工作 对吧 我有什么不能说话 我说话可以随便去说 我干嘛要憋着 一定要去借钱吧 能借借出来 我当老赖有什么好结果 如果去年你还都不相信我 你到现在你应该都知道 按我说的这些办 你应该都是受益的 都有好结果的 对吧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多听 我会建议大家多听 这样子的话 情况呢 大家就会有自己的感觉 好吧 这样大家就会有自己的感觉 那今天就这样 好吗 今天就跟大家下聊结束了 大家可以早点休息 早点睡觉 国内的朋友们 海外的朋友们呢 可以让自己 因为听了我瞎嗶嗶 生活更快乐和幸福一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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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